我服役全体英州的人民,尤其各政党的支持者和党员,保持冷静。 最好是留在家里或者室内,不要走上街头,游行或者示威,这些行动会导致有议成的人士利用这个机会来制造混乱, 影响到我们的治安。 所以我呼吁大家保持冷静,等待全国大选的正式的成绩。 也呼吁大家接受这个成绩,来让马来西亚继续地生存,继续地应做,恢复大选权的现状, 让全民可以继续在各行各业各领域扮演他们个别的角色。 谢谢大家! 不客人 sorry 是